下午的四點鐘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這一節我們還是要持續 把焦點放在高雄市議會 今天這個韓市長 好像炮打中央了 沒有錯 因為他們希望 捷運帳有一些補助 不過到現在好像有一筆錢 800萬到現在都還沒有下文 捷運的黃線 捷運黃線的進度 目前到底為何 經費還躺在中央嗎 所以市長是不是請您答覆一下 目前捷運黃線的經費 下來了沒有 二接30億的車廂經費 下來了沒有 還卡在中央嗎 是這樣嗎 好 來 您答覆一下 所以蔡英文總統 到底有沒有照顧到高雄呢 有沒有呢 來 市長您答覆一下 目前捷運黃線的錢 還沒有進來 真的做綜合規劃 好 那完全沒有錢 那前面那一筆 親隔二接的30億 目前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財政非常的困難 錢也沒有下來 我到現在也不了解 為什麼要先買車廂 都還沒有把軌道完全鋪設完 為什麼要先進11列車廂 那些這個專案報告 說實在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納悶 那我在這邊想是說 美雅議員 我知道您這個質詢 真的是為了高雄市民 心中長期覺得 疑雲重重的點 把它點出來 那我也會責成 我們政風處長 很多事情要化被動為主動 消極為機器 我們也願意主動再進一步的 來進行內部的調查 我在這裡跟您保證 慶福案是我上任以來 四個月第一個 重新移送檢調的 因為有了新市政 如果輕軌二騎 這個列車採購 如果同樣發生到一些 讓我們不能理解 或者一些市政 讓我們覺得有違法之嫌的話 我一樣移送檢調 那這一點也要跟報告 第三 我覺得我們現在中央 對高雄市政府 我的感覺 並不是非常的友善 我們舉林園捷運也是一樣 捷運到林園 選舉之前 蔡英文總統到了林園 包括我們陳新邁副院長 都說捷運到林園 選完了我選上市長 我說拜託給我們一點規劃費 這幾百億 大概要一百七十億到兩百億之間 給我們八百萬規劃費 我們開始要規劃 八百萬也不給 所以我覺得中央政府對高雄 我不理解什麼心態 那剛剛您講的這些 包括捷運的黃線 我是覺得我很多事情我覺得很納悶 還有一些相關的反應到我這裡來 像今天早上 某一個國家 一個官員到了高雄 但是他不太願意跟市長見面 就是有關我們外交人員大概就勸他 不要見韓市長了 大家有麻煩啊 人家也尊重中華民國外交部 那其實跟我見面沒有什麼啊 為什麼要這樣 是誰跟這個國外來的這位官員講 不要見韓市長 我不知道 但是人家傳簡訊來說還是不要見面 我們就尊重 所以很多事情我處處覺得不太順暢 總而言之 但是媒亞議員 我想這個輕軌二級這個車廂的事情 您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許議長也點出來了 我覺得我們再進行了解 如果我們絕對有不法的地方 我也願意第二件移送法辦 移送檢調去調查 我們都有這個心 讓高雄市民心頭越來越清楚 我們能不能有一個連結的政府 我們這個心是一樣的 我在這裡跟你提出鄭重的保證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我們就想要聽到 好 捷運也是民生話題 但現在高雄市政府 非常重視的一個民生議題 就是陸屏 其實這一陣子 我們也都有討論到 除了陸屏之外 現在梅雨季來了 當然還有所謂的防汛 所以事實上從韓市府上任之後 防汛也好 陸屏也好 立刻都是這個快馬加鞭在做 因為現在是梅雨季 等到這個七八月颱風季來的時候 真的就是一個大考驗了 但是最近剛下 高雄下了一場雨之後 是不是道路真的又壞掉了 這個是指示篤籃 這是一個青綠的粉絲專頁 很有名 他就PO了一篇文章說 凌晨才下了一滴滴的雨 就天坑了 有沒有這麼誇張 寒島的路平正機真棒 這是酸嗎 他說之前的這個 這是之前的路 但是5月16號早上排 兩天前才不好的馬路 破了一個洞 在高雄市河濱路跟六河路口 其實這個因為是網路上的PO文 所以我們真實性不是很知道 但是韓國瑜市長今天早上有回應了 可能這是真的 因為他說之所以路面破洞 兩天剛鋪好的馬路 是因為襄韓有洞 襄韓破洞對於高雄市政府來說 是陸屏的最大殺手 所以重大的襄韓破洞 他已經要求相關單位 要在6月30號 因為7月就進入颱風季了 6月30號之前要全部的補完 但除了這個錄評之外 韓國瑜粉絲後援會來送暖了 他就說韓市長是真正愛高雄的 幫忙轉PO的這篇文章是什麼 防範防序 這個整個汛期的積水 高雄市政府的這個水利局 已經輕輸了下水道有數萬公尺了 所以算起來如果上任4個多月 這個效率其實真的也是滿好的 而且韓市長那時候特別有講到 他有補充一件事情 他說高雄市現在的這個襄韓破洞 高達1萬500個這麼多 而且其中有200多個 還是破得非常嚴重 所以換句話說大家一想說 那前任的市長到底是在幹嘛 對 好像有這個疑惑 還是都破給他修 那當然我們就要問問在地的了 這是高雄的這個計畫要參選 立委的陳清茂也是前里長 清茂里長 你上線了 你好 兩個主持人 大家好 清茂里長 清茂大哥 你們高雄現在這個路啊 因為路頻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修得蠻好的 但您有去了解一下 剛剛六合路口那個洞 是真的還假的嗎 我首先先給各位報告 那個立委的部分我沒有要選 這個要澄清一下 沒有 我全力輔選韓國瑜而已 這個路頻的事情 其實我以前做理長主席的時候 我們以前常發生這種問題 是剛才韓國瑜起來 高帶李四川 他們那時候 跟水利局跟金武局 有關單位橫向去了解 為什麼那中間有五千的天坑 是怎麼來的 要求李四川副市長 要求各局處橫向聯繫 用最新的科技去探韓管 一般你如果下雨 有可能就點到八月而已 為什麼天坑 最後了解 就是裡面的湘韓有破洞 掏空 所以這個問題之後 要求回報韓國瑜市長 他才知道事情嚴重 這過期長期以來 你對這個湘韓 這個公共設施 沒有認真的去做 因為韓市長上來之後 對這個路頻專案非常在意 所以說你包括你剛才爺爺爺爺的 水利局會贏地跟清潔堆 最近他們對這個測溝 跟水高的部分 清出的淤泥真的很多 這第一點 所以他們有認真在做 現在主要就是說湘韓有比較大空 是有期這段時間 先來做一個收報 所以說這一點我是覺得很肯定 高雄市政府 你說過期的古政府 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些問題 因為我現在要向各位報告 過期的政府 他對地下的工程 因為老百姓看不到 他們喜歡坐在路上的 老百姓看得到 所以長期越來越來 導致湘韓破洞 不去查查 做那個破 你只做表面的不合 所以說是怎麼 大家都看高雄市政府 但負責 最近有負責 包括負責要考驗韓市長的團隊 但是我在這裡跟全國好朋友報告 韓國瑜的團隊他在領導 但是他所有的局處首長 我敢說真話 真的很積極 您放心 覺得經得起考驗 這一點是確定的 請問大哥 可是我們發現 現在已經到了美雨季節 而且已經5月6月的時候 雨可能會下得越大 不過市長是說 希望這些湘韓破洞 最慢要在6月30號之前要補好 那來得及嗎 有沒有可能在6月底之前造成淹水 來 這點我給你報告 市長他的發表是這樣 就是說有的比較大空的 有急迫性 因為湘韓他有分主要管線 大空的 你大空的那種 排水量會比較大 所以那個急迫性 必須在雨季大量來之前 把全部補好 你如果接管橫向 比較小的湘韓的那一種 可能他就沒有那麼急迫性 所以他分兩階段 來完成這一萬多個破洞 是 基茂大哥 去年這個823高雄淹大水 那今年的天氣事實上 其實很難講 因為這個今天 其實在新竹地區也淹水了 你怎麼看今年 就是以目前 如果這樣子整修的速度 這樣看下去的話 中共有可能會變得比較好嗎 這個市長的壓力 到底是有多大 我現在跟你說 這個不叫壓力 這叫責任 必須要說李四川副市長 他對這個水利局 打清潔隊 他應該說是三個單位 是 基理局 基理局 幹部局 他分工合作在做 就是之前有請李鋒猛 來勘察 整體的健檢 覺得說哪裡有疾破性 必須 你現在如果下雨會淹水 你幫我淹污地區 這十個國道家 最近在簽這個韓館 他韓館有分 主要韓館跟那個市的韓館 他有分這兩個去做 我相信在今年的雨季 大家可以看到 韓國瑜市長的團隊的努力 這上天會來考驗 大家都 考驗不真的是真的假是假 這大家就知道了 齊茂大哥考驗還沒有來 雨還沒有真的假下來 但郭董昨天在台東 重炮抨擊韓市長 說他上任高雄市長 都沒有在做事 有沒有在做事 你要不要告訴我們 這句話有時候 人家說天地良心 做到老冠險到老暖 沒有 我是講真話 我們貴當署長 你的花園 我陳齊茂尊重 大家也就抽算 你選你的 韓國瑜做他的 他的努力到底有沒有 我跟各位報告 高雄觀光局 讓高雄的人見度高不高 真的很高 討論也高 所以說這第一個 再來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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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最近就覺得說 水局界線有關小 這是農業局的努力 再來 海洋局 海洋局 只有海鮮 只有這些三個 我就跟你說的 簡單我們這些 養殖業者 包括這些 魚灰 你跟我們這多小 我看多多少 這三個局處 現在來 公務局 水律局 清潔隊 環保局 全部都動起來了 我們講話要公允 我雖然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但是我不會說偏頗 我也不會說韓國都 我們也不會這樣去講 但是我把實質 剛才我所指責直接說出來 觀光局 幹部局 海洋局 水律局 海融局 農業局 這些大家都可以在新聞媒體 看得到的 所以說過當事長 你現在的策算 或許當事長總裁做得很久 你突然想要我的民間 跟這些國航公協都直接 可能你還要花一點時間 讓我們來給你了解 謝謝 親茂大哥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視訊訪問 剛才我們提到的是高雄這個 六合路跟和平路口的這個洞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那今天事實上 韓國瑜市長也有第一時間出面回應了 其實他的說法還是 這個襄韓破洞的問題 真的太嚴重了 現場狀況交給我們的記者林宥璇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路瓶神話破滅了嗎 有網友在臉書上PO文 說前幾天才潑好的馬路 結果16號早上一下雨之後 又出現了凹洞 不過韓市長這樣解釋 不是 這條路是在我們修的 八十幾條路裡面 它是一個特案 就是說我們才發現 它的湘海有破洞 所以立刻來開始搶救 重新回到最根本湘海 現在高雄湘海目前為止檢查 大概一萬零五百多個湘海的破洞 那比較重大的湘海 我才要求在六月三十號以前 全部要先補完 韓國瑜說原來是因為底下的湘海有洞 導致才鋪好的路 瞬間遇到下雨之後又凹了下去 而這個坑洞就位在高雄市的六河跟和平路口 而今天上午在重回現場 可以看到施工單位是已經進行積極的搶修了 而他也點出湘海破洞是陸屏的一個最大殺手 但面對重大湘海有破洞 因此韓市長也要求在六月三十號之前 就要把這些坑洞收補完畢 以免遇到大雨來時或是颱風天 路面上又得出現大大小小的坑洞 影響用路人安全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詳細情形 好 最新的消息 立法院今天一整天都在表決同婚正院版 在剛才三點多的時候已經完成三讀了 台灣就是整個亞洲裡面 第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好 再來看到的 除了同婚 有人覺得是台灣最驕傲的一天之外 最新的消息就是郭董 國民黨要參選初選的郭董 他今天在花東下鄉 而且他今天是跟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同台 當然大家就要問問看 這兩位有沒有可能在接下來的選舉當中合作 現場狀況交給我們的記者陳韻文 主播我們現在位在花蓮的售豐鄉 郭台銘的台東跟花蓮的行程即將結束 可以看到現場很多在地的民眾 是排隊的要跟郭台銘要簽名 不過可以看到出來 他整個花蓮的行程都是由這個 前格魁張善政來操刀策劃 並且全程陪伴 那郭台銘認為說張善政跟他可以互補 那張善政本人意願是否可能會搭檔成為2020的郭彰佩呢 你怎麼說 我在國民黨初選以前不便宜做任何表態 會被人家批評說干涉國民黨內務 很快的這個經濟就會起來 尤其對花蓮的這個旅遊業能夠觀光旅遊業能夠把它帶動起來 所以我跟他講現在不景氣的時候要趕快準備 也許突然明年一月份就可以開始了 好另外是看到現場花蓮的很多在地民眾跟郭台銘坐台的時候 都問到說到底是要主權還是要精進呢 那對此郭彰佩強調說主權當然是擺第一 但是他也認為說台灣不可以挑釁對岸 才能夠賺錢才能夠有經濟效應 所以他允諾說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 明年一月份花蓮經濟就會有好轉了 以上哲心主播 好剛剛看到這是郭董跟張善政同台 那當然最近大家會發現郭董的發言越來越辣了 是不是跟他的民調數字有關係 因為確實這一陣子以來 從各個媒體做的民調 感覺郭董是有在拉伸 感覺有逐漸的在靠近韓國瑜 當然這個差距還是有 但是在縮小當中了 首先先來看到 這是我們自己TVBS的民調 是在4月29號到5月8號做的 韓國瑜還... 這是全部都是以黨內互比式 就是這兩個人來比較的話 韓國瑜有35%的支持度 郭董是20% 差了有15% 蘋果日報的民調 從5月7號做到5月11號 韓國瑜是25.5 但是郭董是13.7 兩個人的差距顯然就比我們TVBS的民調 要再縮短一些些了 然後到了今天最新的ET Today的民調 5月10號到5月13號做的 韓國瑜的支持度29.3 但是郭董是22.8 等於已經拉到是不到7個百分點了 是差6%多 對 6.5左右 所以是不是因為民調數字接近了 郭董就整個兇起來了 昨天講的話其實真的是有點重了 昨天晚上 昨天他是在台東 他的行程到台東 他在一場這個座談會上 當時陪他的 還包括了現任的台東縣長黃建廷 他說高雄市的市長剛剛當選 沒有做什麼事情 你看 還補了一句好像高雄發大財 他說我不會在那邊跳針 一直講發大財發大財 天啊好重喔 而且很酸 字字句句就是針對一個人 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 事實上他在說這個沒有做什麼事 這件這一段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開始先稱讚 台東縣長黃建廷 說他做的事情做很多 有人當高雄市長 都沒有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這其實黃建廷當場也是 滿尷尬的 黃建廷當場是嚇到講不出話來 而且他有一個表情說 你不要害我不要害我 這真的是滿沒有辦法回應 不過事實上 郭董跟韓國瑜的交鋒 似乎這個戰火是感覺 越來越猛烈了 因為我們如果從這個之前 兩個人開始有一點點隔空護岗 當然最早之前兩個人 郭董幫忙他賣水果 還有到高雄去看他 投資加碼投資 兩個人還一起在那邊唱 那個什麼板橋國小的笑歌 是不是 很麻吉 還說他是兄弟 是英雄 都講過 好 但是陸陸續續開始 大家先看 我們從最下面的開始看好了 當時為了水果訂單這件事情 郭董就說 台灣不能老是賣水果 一個貨櫃的芭樂能值多少錢 感覺就已經是針對韓市長 賣水果這件事情 再有一點針對性了 好 四字真言的部分 大家還記得吧 就是韓市長訪問美國的時候 提出了20個字 四句話的真言 那郭董立刻就針對他的第一句 國防靠美國提出的意見 郭董說國防靠美國是靠不住的 好 又打槍韓國瑜了 再來針對自京區 上上個星期議會的質詢 韓國瑜市長跳針 就是他剛剛講的那個發大財 發大財的事情 不過要強調那個跳針是經過影片剪接 剪接的 不是他本人跳針 但是可能郭董就剛好看到 是40秒那個版本 郭董的臉書 他就開始直播講解自貿區 他說當我郭董是最懂的 好 看起來也是針對韓國瑜 接下來就是楊秋欣批評 韓國瑜炸棋這件事情 當然韓國瑜自己昨天也覺得自己話 不是 楊秋欣覺得自己話太重了 也道歉了 但是楊秋欣是陪著郭董一起去參加 無國會的 所以他這個等於已經可以說是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是跟郭董之後 就一定要來打韓的感覺 好 再來就是韓市長提出 在當總統他在高雄上班這件事情 郭董又酸了 郭董在臉書上碰文說 現在哪裡比較重要 我當總統的話 韓市長就放心 留在高雄發展高雄 又是針對韓國瑜 其實這個黨內初選 如果這樣看起來的話 到底是只有韓國瑜跟郭台銘在打 他好像都沒有 怎麼都沒有去 可是我覺得目前現階段 大部分都只有針對制度 來提出一些質疑 很少會互相攻擊 我覺得郭董是第一個 已經對他覺得最可能的對手 不斷的發出攻勢 對 尤其是就是 接下來就是前天 我們TVBS的專訪 這個韓市長提出了 總統兼格魁 這樣的一個只是初步的想法 請大家去想一想 對 想一想而已 不是他一個人的構想 好 郭董馬上就說 如果有人說我總統 格魁 市長都肩 這感覺又是針對韓市長了 感覺真的活力全開了 連這幾天 郭董都是針對韓市長 很有初選的味道了 好像已經有動起來了 另外郭董打選戰 從初選開始 大家會發現 他確實是有改變 他有努力的要比較親民 要接地氣 所以他從5月10號這一天開始 他的起手式 就是下鄉Long Stay了 他當天晚上是夜宿在 新設的琵琶果農家 睡榻榻米 體驗農村的生活 自己聯署上來PO了一個 很好睡 很舒服的照片 接下來就是這幾天了 連續從5月15號開始的 三天兩夜花東行 他投訴在原住民會館 感覺真的很平民 很親民 跟原住民朋友一起合照 但是這時候就有人 在網路上面酸他了 酸了一句說什麼 說他天啊 你去花東行 學習之旅 但是你搭的是你的私人專機 美國彎流的 G650ER的頂級商務機 去花東這個學習之旅 是不是有點太豪華了一點 立刻就被算說 這哪有親民 這當然就是網路上最近 郭董非常引起話題的一件事情 他住得很親民 做的事情也感覺很接地氣 但是他是坐專機去的 只是這次他就很好奇說 你這樣打選戰的這個方法 如果要之後我說 Long Stay 你會想到誰 馬總統 馬前總統 沒錯 這個 馬英九在2007年 當時要宣布參選 第一次參選總統的時候 他先是有一個單車型 單車環島 然後再來就是Long Stay 這個當時我們也都有 跟他去過的 印象頗深 沒想到11年後現在有人 那個時候也是搭這個嗎 私人專機嗎 哪有這樣子 來讓我解釋給大家聽 那時候我們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事實上高鐵是後 所以你跑線這麼久了 馬總統時代Long Stay 西半部地區他多是坐高鐵 這是高鐵通車之後 不然之前事實上 他真的都是租車來回 然後再來就是東半部 當然就是搭國內線的航班 或者是搭火車 這是馬總統的Long Stay 馬總統其實他後來當總統之後 說真的 他即便去Long Stay 他坐空軍一號的機會 其實都沒有那麼的多 他都盡量採取比較平價的 一個方式去Long Stay 連他最近退休之後 他常常去花東 他其實都是坐火車機的 我們也常常在高鐵看到他 對 還打卡 然後民眾還會捕捉到野生的他 對 所以不管是坐高鐵也好 這個坐火車也好 這個私人專機 確實全台灣也沒有幾個人有 所以郭董有沒有仔細思考看看 就當你去做這些親民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選擇一些更親民的交通方式 那是不是跟他的兒子有關係 我們突然發現郭守正 其實已經正式的加入他爸爸的競選團隊 而且他負責的就是總務還有安全的工作 所以不知道就是坐私人飛機這件事情 可能有牽涉到安全工作了 對 所以不知道就是說 他的幕僚的提供他的資料 或是提供他的想法的時候 有沒有把這件事情 很可能在網路上發酵思考進去 那這張照片拍到就是母親節當天 郭董陪媽媽去大安森林公園 你看郭守正也在 所以兒子郭守正也已經加入了 郭董的這個競選行列了 只是說要競選有的時候 畢竟是黨內初選 有必要殺到刀刀劍骨嗎 這個問題我們可能要問一下 同時挺韓國瑜 同時挺郭台銘 同時挺郭台銘 三挺 同時也挺這個朱立倫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志強上線了 志強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志強一開始 可能我們先不講郭董 你剛剛很生氣的在PO臉書 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到底今天最新的發展是什麼 怎麼讓你這麼生氣 我覺得 蔡英文真的是很離譜 就是說 弄一個什麼國家機密保護法 其實你去看 他真的完全就衝著馬英九跟吳敦義來 這沒有一個民主國家 像是這樣搞 你去看看 正常哪一個民主國家 說一個卸任的國家元首 他如果要出去其他地方 不管是拼外交是拼關係 結果還要有六年的時間 還得要讓你所謂的現任的總統 來准你出不出去 而且跟大家講很離譜 如果他今天蔡英文說 你不准給我出去 馬英九還出去的話 你知道嗎 按照法律規定 他最高可以判兩年的有期徒刑 我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總統 是這樣當的 所以今天坦白講是蠻生氣的 就是說 今天也幫我們馬總統抱個不平 那當然今天 因為大家關切焦點 不在這件事情 因為這次影響最大 就馬英九跟吳敦義 對 所以蔡英文也就很過分 就是說 他是羞辱這個卸任的元首 他也知道大家好像跟 其他多數人可能感覺上 關聯不大 但他其實在践踏民族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 那我也跟 我也要跟郭台銘講 跟朱立倫講 跟韓國瑜講 你們選上總統 請比照辦理 蔡英文也一樣 六年把他禁足 對不對 他如果要出去 不准他出去 他出去的話 離送法辦 關兩年 那蔡英文你要不要這個樣子 真的 我是說真的 總統厚道一點 不要像蔡英文這樣做總統 好 可是蔡總統應該也 六年之內應該也不會去對岸 不過你們有沒有可能明年111之後 萬一如果政黨輪替的話 也許就把他修回來 我是反對這個事 為什麼 今天 今天蔡英文也就算好這件事情 他就算說今天你國民黨 國民黨腦袋比較正常一點 正常人不會做這種事情 他算著你正常不會這種事情 就把他修回來 今天他的修法改變 不是只有限制大陸 他是出境 通通都要報備 要出國 他出去要報備的話 你準不準是在蔡英文 不是在你今天當事 那我只問 為什麼一個國家元首卸任之後 你要不要出去 你還要經過卸任元首的一個同意 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你到底在防他什麼 除了羞辱他這個目的以外 你有正在防什麼嗎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除了這個話題之外 我們還要談就是 郭董昨天突然抓起來了 火力全開 但是 你一直呼籲你是和平使者啊 一直呼籲這些初選的天王之間 不要這樣互殺 你怎麼看昨天郭董這件事情 首先我覺得 因為黨內既然已經開始初學 那君子亮劍 過招之間難免 高光劍影 我覺得會有一些 但是呢 我要提醒 就是不管是郭台銘或是韓國瑜 要是君子筆劍 而不是勇士鬥刀 主要勇士鬥刀 就是勇士狭路相逢 拿刀把砍著刀刀劍骨的話 那將來你選舉就很難收拾 就是你初選過的 郭台銘還是需要韓國瑜 韓國瑜還是需要郭台銘 但如果說今天你說初選 完全沒有火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君子筆劍就點到為止 那比什麼呢 比的就是政劍吧 就是基本上 大家針對國政的看法 相互點撥一下 那我覺得目前來講 郭台銘雖然看起來 他是比較犀利 那個所謂的那個攻勢也比較強 這點其實在選舉上是正常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第二名 第二名如果不表現積極性的話 那你就一定是第一名贏 那如果第二名 今天韓國瑜說什麼 他說是是是的話 那大家會想說 那我要你郭台銘幹什麼 所以他的政見打區隔性 這是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我給郭台銘一個建議的話 我覺得酸味可以少一點 就不要有太酸的那種感覺 比方說你可以針對資金區 提出你的看法 你也可以說 今天韓國瑜提的資金區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仍然不夠完整 或是我不太了解說 他今天到底資金區主張什麼 我的資金區版本 我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可是就不用說 都是在發大財發大財發大財 那這個感覺酸味會比較高 感覺有一點綠營的感覺了 現在 對我是覺得酸味比較高 酸度比較高 對那我是說 可是大體上嚴格來講 你還是可以解釋 他是一個政見之爭 但我覺得說 郭台銘的水 酸度再低一點點 那政見之爭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我前面講 你這種不能韓國瑜說什麼都說好 你都說是的話 你第二名 那不需要你第二名 第一名出來就可以 捉對廝殺 還有志強你剛剛提到說 你要給郭董建議 說到Long Stay這件事情 你真的可以建議 因為當年Long Stay全程 你都有根 你覺得郭董現在還用這個 我們不好意思這樣講 11年前的老招 你覺得在媒體的效應呈現上 或者是打選戰這個節奏上面 還合適嗎 而且他搭的是私人的專機 但是他搭私人專機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Long Stay很好 基本上其實 不只是所謂從媒體效應來看 其實像我自己以前 包括說Long Stay 他的青春鐵馬向前行 甚至他基本當總統之後 他有治國洲際 其實你要知道這些跟民間的 所謂的深入的互動 他是對總統來講 是有助於是補強他的所謂視角的盲點 他不會說讓他所有決策都變是 只是冷氣房的決策 所以基本上他有一定的 所謂的溝通的一個作用 那當然在媒體的曝光度上 我認為也還是會有一個效果 那更何況現在有些是 所謂自媒體時代 他也可以透過他自己建構 自媒體的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看到他怎麼去跟 就是廣大的一些民眾 互動的那種感覺 那對各行各業的一個了解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這叫併修課 那至於說他進行程序上面的話 我覺得外界也在觀察到 就是說不要講說搭他的專機的事情 那我相信他的團隊 應該也會開始注意這件事 就是說 搭他的專機的好處是速度快的 但是其實搭專機的壞處是什麼 其實你就少了交通過程當中 更有些互動 對接觸互動 那很多人也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拿這件事情來做文章 所以也可以看到他說 基本上他有努力的在進行他的所謂的 企業家調整為總統參選的 甚至調整為總統的過程 但是裡面我覺得還有很多 可以再慢慢細調的地方 謝謝志強的這個說明跟建議 相信郭董的幕僚聽到之後會想說 對以後可能要參考一下多搭高鐵 也會是搭火車了 今天謝謝志強接受我們的視訊訪問 說到郭董 郭董今天在花東還有什麼樣的行程 好 他這兩天在花東 今天是到花蓮 他跟花蓮當地的大學生座談 他很妙的是 他居然說他自己是一個沒有梗的老頭 學生崇拜郭台銘 台灣首富台版川普還好奇提問 有超軟腰桿 曾幫攝影記者綁鞋帶 有同學提問 總長可以幫大家綁鞋帶嗎 那所有人都是腳都亂踩亂搭 在一個很小的花室裡面 我會在生命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會去被他綁鞋帶 郭台銘 張善震比鄰而住 花蓮 夏商行 鄧是張善震一手安排 所以我們兩個絕對有互不幸 郭張沛有可能嗎 我想這些都是 你們可以去問查院長 我是當然希望他是一個好人 不會是一位一百分的總統 但是應該是牌面上高分族群裡面 非常非常高分的一位總統 他是最高分嗎 可能是最高分的 我跟郭總裁都不需要用選擇來替我們找下面工作 郭張沛 劉浮比更似乎句句暗酸韓國瑜 黨難對手韓國瑜超有梗 但也爭議更多 最近民調更顯示郭台銘支持度緊追韓國瑜 差距已從一成多拉近到只剩下6.5個百分點 他其實是個國際杯不是個高雄杯 不是一個是一個全球的國際杯 所以我認為我更有能力來處理這個國際杯的經濟問題 郭台銘從財經硬底子出發 下鄉走進校園 跟學生執求對決 讓外界相信他台盤川普爭大胃晚真的 TVB新聞劉立成全潤文在花蓮的採訪報導 好 如果大家對郭董最近的言論 或者是最近的政治話題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分享 歡迎你打到我們的真心話專線 2656 2700 等一下我們就要接call in了 不過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也要看到的是 這個質詢變成藍綠惡鬥了 韓國瑜市長說這對高雄沒有幫助 馬上回來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不會有幸福的